防疫期間請配合量體溫消毒 考察部落檢測站志工 冒著大雨在部落入口處 未進出的民眾量測體溫 降雨暫緩了吃緊的水晴 但新冠疫情仍不見趨緩 秉東原鄉許多部落 自主成立防疫檢測站 希望自己的部落由自己守護 因疫情的關係 我們在部落的出口跟入口 來做一個防疫站 然後維護我們的部落安全 然後達到防疫配合國家政府的政策 為了盡早阻斷社區傳染鏈 平縣府在潮州設立第一個社區篩檢站 針對疫情較嚴峻的潮州地區民眾 來優先篩檢 目前潮州篩檢站24號篩檢98人 25號上午97人 共195人全部都是陰性 但方線申請快篩者以年輕人居多 潘縣長希望符合條件的長輩 也能盡快出來快篩 在這邊呼籲符合資格的到 潮州快篩 中山公民快篩站的鄉親 年輕的比例增多 所以我們特別請大家能夠在符合條件的一些長輩 都更應該來出來 屏東縣在25號公布新增4例本土確診者 及3名外縣市確診者來平主機 總共匡列43名接觸者檢疫及隔離 截至25號全縣居家隔離人數為186人 自主管理1800多人 而25號新增4例中 有一名萬嵐鄉婦人 在5月20及24號 因身體不適 層次泰伍鄉舞台部落的一間診所就醫 經常都是在萬嵐鄉的赤山市場附近 鐵皮屋那邊跟朋友聊天 那因為5月20號跟24號 因為不舒服有到診所去看診 那其餘的時間就比較沒有出門 那也是在昨天拆檢 然後有確診 由於全國疫情仍然嚴峻 平縣府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將三級警戒延長至6月14號 各級學校停課不停學措施也同步延長 縣長康曼安憂心地表示 由於屏東縣確診案例多為親友感染 再次提醒民眾 這段期間減少不必要的出門、群聚或互訪 多利用電話及視訊 以免形成防疫破口 原視訊論歌手 屏東馬加屏東市採訪報導